童子拜观音 海灯法师的刚柔童子宫 又称少林正宗罗汉宫 共有一百零八路 刚如磐石 柔若无骨 年迈的海灯法师 仍然能演练童子宫 五十年前 海灯法师在成都青阳宫擂台上 演练了一指禅宫 名震天下 五十年后 法师已进入年迈高龄 他还能不能再演练这种少林功呢 惊天绝技 再现人间 当代世界 能练少林一指禅宫的 仅有海灯法师艺人 这是中国灿烂文化遗产的 既有奥 既有奥 这是中国的灿烂文化遗产的 人生的灿烂文化遗产的